欸 副長齁 署長齁 連續上一次啊 質詢的主題啊 就是族行竟然拿了國家 每年拿了國家上益的補助 結果連足球員啊 的錢都在欠 上一次署長說齁 去年欠的錢啊 都還完了 但署長可能忘了附加補一句啊 前年的錢 一堆都還欠著 那時候鄭文燦在當足球理事長的時候 說要發30萬獎金啊 結果 我收到我們這一些足球國獎 他們的通處是什麼 鄭文燦所獎的30萬獎金啊 連出場費 集訓費 車馬費 這一些國獎 他們一致的法律是 一毛錢都沒有拿到 訪委員 目前 朱賢還有把他簽完的債務 所以要簽到什麼時候 是以選手的這部份欠款優先來償還 這樣叫優先來償還喔 鄭文燦宣布要給他30萬獎金 那時候秘書長是誰 這部分是我 是你 有還嗎 這些人全部投訴 沒有給嘛 就你大衛書長的時候去償還 償還的哪一個人 是對我具體的位嘛 2022年國際足球友宜散 靠代喜功啊 拜30萬的獎金啊 結果搞到現在2024年啊 連出場費都沒給啊 要欠這些球員欠到什麼時候 他們希望在今年 可以把這400萬把它還清 出球員關心的事情是什麼 讓我們國家為國爭光 到現在還欠錢 部長 可以接受嗎 這個隊友國家去 一定要 最大的努力 現在這些足球員啊 很無助啊 他們被人家踢來踢去 真的 足球員連出場費都沒拿到 無人聞問啊 知道多少時間 不敢給大家答案喔 我已經就今年那個 What 錢沒有拿到喔 結果竟然中華民國 足鞋扣腳平單 寄給人家了 發扣腳平單的是足鞋 我那時候知道這件事情 會有大心失色耶 球員沒有拿到錢 結果有扣腳平單說要扣他的稅 部長 你會不會覺得很誇張 因為這個非常就不適當 錢到哪裡去了 錢沒有給人家 有扣腳平單耶 這個已經不是欠錢不還了 這個又偽造文書喔 違反商業會計法喔 沒有給人家錢 趕出扣腳平單 說錢都給了 離不離譜 需要多久 三個月內 三個月 需要這麼久喔 叫來問問就知道啦 錢沒有給 扣腳平單可以出 誰決定的啊 當年扣腳平單怎麼發的 一個月好不好